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者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现观庄严论》 《现观庄严论》实际上大家都清楚 在《五菩大论》当中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般若法门的殊胜论典 那么这个论典主要宣讲了 一切万法抉择为空性 这个空性以因译的方式来了达 也就是说我们直接的方式来了达 就是像《中观六论》里面所讲到的这些道理 现意的方式来了达实际上是中观六论里面所讲到的 以因译的方式来通达《现观庄论》里面所讲到的 《现观庄论》我们直接宣讲的时候 恐怕有些心的道友这些不一定能完全明白 有时候我们可能中间加一些 案例来讲一些公案这些是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这样讲实际上也是不太适合 我们讲五部大论的风格其实现在世间人很多 比较喜欢浅显移动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当中 可能在寂静地方的佛学院就不存在的 现在城市里面的很多人每天都是看一些微博 除此之外真正甚深的这些论典和书记不去学习 其实这是很大的一种误趣虽然我们需要跟得上时代 但是微博当中只有140个字 140个字来让满足自己或者懂得知识非常有限的 因此我也希望很多年轻人应该是专业心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佛教徒 你不要看某某上师的微博 我看到很多佛教徒真正学习都不去学习 只是看一个微博 博客 说我是这个上师的弟子 非常简单的这样过下去 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佛教徒 其实这是一种不合理的 佛教的不管是修行体系也好 理论体系也好 毫如厌害 我们没有很认真地去学习的话 非常非常的可惜 而且光是字面上学简单的一些 什么加行 入行论 这样还是不行的 一定要以专业心的 像五部大论的话大家一定要去学习 五部大论学完了之后密宗相关的许部和论典要学习 这样学习之后 自相续有着非常大的变化 所以希望大家应该不要停留在一个非常浅显异动 或者一些所谓的现在的心灵积堂 或者一些简单的现代知识上面 稍微有点古老的 稍微有点生傲的东西都不去碰 不去认真 去修学 这样之后我们人生的知识过得特别肤浅 应该大的一些烦恼和大的一些问题解决的时候 我们特别浅显的知识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所以学习在佛法方面我觉得很有必要 大家还是认真思考 下面我们讲《现观传论》当中的 现在讲的第三个也就是说 极致当中 极致当中表示极致的有九种法 我们前面应该讲的是第六种法了吧 已经讲了这些 那么今天讲的宣说如何修行之正道 分为宣说修行极致的加行和宣说加行之果的简道 主要是在这里也讲到了一个加行道和简道 讲两个方面的 首先宣说极致加行 极致加行是七十亿当中专门有一个叫做极致加行 极致加行还有极致相加行后面还会讲的 那么这个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分析说明对境加行之分类 还有舍略说明有净加行之说明 一个是对境加行一个是有净加行 大家这个课判上应该明白 首先对境加行分为它的本体和分类 本体实际上就是说灭除执着即的殊胜加行 就是灭除执着的一种法 灭除执着的境界叫做对之加行 那么这个分类就是入定之本体加行和 还有厚得之本体加行分两个方面 首先入定之本体加行 灭除耽着有法显现之加行和灭除耽着法性空性之加行 这个课判理得非常好 一个是断除显现的执着 因为这个课判大家还是要 在入定的执着都不能有的 入定的执着要断除的话 一个是断除对境的执着 一个是断除有境 也就是说心事的执着 断除这两方面执着的加行 首先是灭除耽着有法显现的加行 耽着有法实现的加行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灭除耽着对境的加行 还有灭除耽着有境的加行分两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讲到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色等 无常等为圆满 断除加行 实际上是为圆满 断除对境的加行 从这里大家都可以看出来 在《般若经》当中确实也是 抉择万法最究竟的事项意义的时候 会破除一切对境的执着 对境的执着实际上就像以前 萨拉哈巴尊哉所说的那样 对我们带来无量的痛苦 所以现在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众生 他们的心相续当中的这些痛苦 实际上是对对境的执着 或者对心事的执着而引起来的 因此在这里抉择加行的时候 再三说明对境的执着 当然对境一个是有显现方面的执着 还有空性方面的执着 无论是你对显现的执着也好 空性的执着也好 它都会给你带来的不快乐 都不快乐而且这样的执着 实际上万法的本体上也是找不到的 这种执着实际上不符合万法的真理和规律 因此我们在抉择和闻思的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有一种理论的剖析 同时通过这种剖析之后 在生活当中也是对任何的对境 应该从根本上断除执着 如果根本上不能断除执着的话 那么从理论上也是减少执着 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里这样讲的 色等无常等为圆满 圆满 圆满 其实这个加行有十种法 应该是记得有十种法 其中第一个是色等 也就是说我们对外在的色也好 手 相 心 乌云 还有乌云也好 十八戒也好 十二处也好 一直乃至佛陀的辨知之间所有的这些法 所有的法如果我们去本体上对它执着的话 那么带来痛苦和带来不合理的假象 所以说我们要对色法也好或者对受法也好 想法 心法等无云为主的一切法的本体 不要有自作 不能有耽著 这个是第一个色等 然后无常的话实际上色法等它的特点方面来讲 这个色法是常有无常 这个色法是有我 无我 这个色法是白色 红色 以及对它的差别法上面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执着 这些执着也对我们带来痛苦 因此它所有的差别法的这些耽著也要去掉 也要先除 所以说色灯和还有无常灯 当然这个无常灯子里面也包括还有对色法的差别 色法不仅仅是色法 受法 想法 心法以及我们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法 都有对它差别法的一些执着 这些差别法的执着都可以断除 对差别法的执着 未圆满和圆满 刚才所讲的色法等等依靠这些色法 真正去执着的就像我们叫做边际色法 边际色法的话就像凡夫人的相续当中执着的色法 叫边际色法 它不能圆满我们相续当中的功德 所以叫做未圆满的色法等 然后圆满的色法等叫做圆成实的色法等 所谓的圆成实的色法等在菩萨的入定当中 色法等全部了无可得 在出定位的时候色法等也是有如梦如幻 显而无自信的色法存在 那么这种色法等实际上依靠它能圆满我们自相续的一切功德 因此无论是圆满的色法等也好 未圆满的色法等也好 刚才边际的色法等也好 圆成实的色法等 不能对它有如此的执著 如果有执著的话 它也会遮掌我们的地道等一切功德 因此在这里面讲 不管是圆满色法也好 未圆满色法也好 也就是说刚才讲的凡夫对境的色法也好 圣者对境 现前的色法也好 那么这些都不能有执著 因此上面这三种加行吧 这三种加行实际上都是针对对境来讲的 一个是对境的本体 第二个是对境的差别法 第三个 因为菩提迦乐对境执著的境界不同 而显现为圆满和圆满不同的这些法 总而言之都不能去耽著它 这叫做对境断除耽著的加行 然后下面讲这种显现实际上是有境 有境大家都知道 我们执著对境的形式叫做有境 那么这种形式是怎么讲的 寄予无坛心 破失心加心 那么这个也就是它的意思说 刚才我们见面 现前的对境有三种对境 就是色法等的本体和差别 还有圆满和未圆满的三种法 那么执著它的有境实际上是无有贪著的 不管是对色法的本体或者色法的差别 或者圆满 未圆满的这些色法等 都无有执著它的 因为我们讲《金刚经》的时候破一切相 破一切相的时候实际上是对外境 没有耽著的时候不会去贪执 没有贪执的话会破除石油的行持 比如说外面有一个色法 首先我可能执著这个色法 哦 前面的这个花朵特别好看 它的本体去执著 本体当中出现的绿色的叶子 或者紫色的花很靠近 中间出现一个差别法 然后这个差别法对我带来的圆满 或者为圆满的一些执著 那么这些全部都是依赖于我的心态 我的执著有精没有贪执的话 我在实际行动当中也不会去耽着它 去取舍它 去为了争取获得它等等 很多的烦恼会出现 不会这样的 所以这叫做 首先与对约上面所讲到的这些对境 无有贪心 不但是没有贪心 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破除了石油的行为 所有的石油的去取舍 石油的去破裂 石油的去造作 这些都是非常不合理的 我们现在世间人真的有时候 看来也非常的可怜 因为我们所执著的这些道理其实全是假的 没有一个真实的 无论是你自作的地位也好 名也好 财产也好 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好 家庭也好 工作也好 一切的一切实际上就像是 蒙中的财物 蒙中的地位没有任何的差别 可是我们众生从来都是对薄弱空性的传习 非常薄弱的原因 有一种强烈的实质不断地开始去执著 最后对自己也是短短的人生当中带来的痛苦 那最后离开的时候你相续当中没有生起任何薄弱空性的智慧 然后对轮回的种子少许也没有损害 最后依靠这样的齐全的因不断地还要在轮回当中漂泊 流转 所以说我们首先从理论上 懂得这样的空性确实是极为重要的 不过很多人对三宝的真心都还没有 对轮回过患的定解都是还没有 对因果的正见都还没有的话 所谓的薄弱空性对很多人来讲应该说是至高无上了 没办法 高不可判可能会这样的 但是我们还是前两天在《密法》当中所讲的一样 现在我虽然不能如理如实地 证到这样的甚深境界 但是我不能了知不一定是没有 实际上有这样的甚深道理 诸佛菩萨和前辈大德们都已经获得过 因此我也希望但愿有朝一日 让我也在我的相续当中真正通达 无有任何执着的这种薄弱空性的境界 油然而生我们也可以发自内心的 经常用一种恭敬心和欢喜心 祈祷诸佛菩萨和传承上师 同时对这些薄弱法门 哪怕是你看到《般若经》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 以恭敬来供养 顶礼 这样逐渐逐渐通过各种因缘 自相续当中的善根得以成熟 下面我们讲到这个是刚才断除显现方面的加行 下面灭除 耽灼 发心 空性方面的加行 也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灭除耽灼对境的真理 一个是灭除耽灼有境的真理 分两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颂词当中这样讲的不便物造者 主要是讲对境空性的执著不能有的 也就是说 发心空性的本体实际上是 它并不是因为今天真无空性没有了 或者没有真无空性而存在 它的发心永远都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我们在第三传法论当中讲如来藏 其实这样的光明本体无增无间的 每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是存在的 其实发心空性实际上它的本体没有什么改变的 没有什么正见的 没有什么耐趣的 没有什么长短的一切的本体 就像佛经里面讲的这样 诸佛如来出世也好 不出世也好 诸佛诸法的发心本来如此而安住 所以它是无边的 没有什么辨知的 如果我们执著为它是随着我们的证物 发心空性也在变化的话 那这是不合理的一种耽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无造者 无造者实际上从表面上 从显现上看 般若空性对我们相续当中的很多烦恼可以灭除 让我们现前证物 这样的 但实际上真正的实相来讲 般若空性从来并没有造作任何境界 并不是现在世间当中有些人说的一样 造物主义者 造物者 造物者对整个万世万物 依靠一种他的思考进行造作 并不是这样的 因此所谓的空性从它的本体来讲 没有什么改变的 我们去执著它 这是不合理的 这种空性是无造作的 如果我们执著为造作者的话 那么这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必须要灭除这样的耽著 这是针对于空性方面的两个执著 两个执著在这里也要遣除 因此在《般若中观根本活论》当中 龙猛菩萨再三地讲了 对于空性的执著实际上也是不合理的 对于空性的执著也不合理的 说的原因也在这里 下面讲这样的空性的有境 也就是说这个智慧也不能去执著它 那么灭除耽著有境之力 这里应该也有三个吧 大概 男性加性是如根性得果 顾虚未有果不宜藏于他 下面的七八九可能稍微要改一下 其实这里有三种男性只算是一个的 第八个有国加性 然后第九个不宜他加性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第一个是三难加性 三难加性是什么呢 我们在显现当中也好 在名言当中 实际上是依靠声闻 怨觉 菩萨 佛的智慧来获得善知 这个是可以这样说明的 但实际上在诗相当中 这三种加性非常难以安理的 怎么难以安理的话 第一个是辨知 辨知的本体实际上是无法可得 佛陀的辨知在生意当中 它是根本没办法获得的 因此这也是难以行持的一种加性 然后导致的本体在显现当中 菩萨通过修行 了知 或者说通过加性而获得可以的 在生意当中这样的菩萨的导致 也无法可得 很难以行持 作为机智的本体也是在世俗当中 显现上它可以生起的 但在生意当中这种事业也很难以行持 因此断除这三种有精的加性 也就是说我们在显现当中的这三种加性 也叫做善知 善知实际上它是执著空性 从显现上讲执著空性的三种智慧 执著空性的三种智慧在生意当中是无法安理的 因此我们认为菩萨的智慧存在 生闻缘觉的智慧存在 佛的智慧存在 只是在我们的分别念面前 让它安理也是暂时可以的 但是真正的思想上我们不能认为 在生意当中也是不空的这种善知识存在 那这种耽知是不合理的 所以这是第七个加性 第七个加性是这样的 第八个加性说 如根性得过 故虚未有过 那么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三种智慧 也就是菩萨 缘觉 声闻 菩萨 还有佛陀 这三种实际上在生意当中确实是要不可得的 但是在思索当中根据不同的缘分 根据不同的缘分他们也可以得到不同的果 比如说声闻缘觉他对人无恶的证物 他可以得到声闻和缘觉的果位 然后菩萨他对二无恶的证物果位 作为佛对二无恶全部的证物能获得 所以在世俗显现当中 他们四个圣者以不同的果位可以承许的 确实也可以成为有存在的 但是这样的存在我们不能认为 最终在善知的加性存在 这种是不合理的 所以所谓的有果加性也不能耽证为它存在的 然后第九个说 我们在显现当中其实这四圣者 前面不是在顶礼句当中 也是已经讲了四圣者的存在 刚才讲的是不宜于掌塔 也就是说从显现当中可以认为 这些识者依靠各自不同的智慧可以现前 但是真正从道理上讲 波罗波罗蜜陀并不是依靠其他而产生的 这些智慧也不是依靠其他而产生的 因此我们就讲不宜他加性 第九个是不宜他加性 如果我们认为他是依靠其他而产生 这样也是不合理的要灭除这种耽诸 所以这个课判当中大家一定要知道了 知道的是什么呢 其实讲圣者根本会定的时候 首先是对境方面的空性一切的执著 包括造作者也好 变化者也好 这样的空性不是我们现在有些人讲的那样 啊 不是空性了吗 空性应该存在吧 或者是这个空性怎么得到的 好像把空性当作一种石油的东西来看待的话 这是不合理的 然后第二个无论是佛也好 菩萨也好 声闻缘觉也好 甚至现在世间当中所有的大成就者 就像汉地禅宗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证悟者 在藏地密宗的修行人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证悟者 以前也是有 现在也会有 你可以说成为存在的 但是当你入定的状态当中 所谓的这些证悟者了不可得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现在很多的一些人 他们对空与不空的界限分不来 也就是说入定的时候 我们刚才前面的科判当中讲得很清楚的 一个是对境的光明显现和执着他的心 两者都是了不可得的 然后第二个是空性的本体 不管是从变化还是造作的角度来讲不存在 然后执着他的四圣者的智慧也好 四圣者的意愿也好 或者四圣者的现前男性的智慧来讲都是得不到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融入本体的智慧 名言当中就像门法仁波切在《乘戒宝珠》里面所讲的一样 名言当中把佛的智慧作为有境 发心作为对境是可以的 然后在生意当中这两者分开的话 那完全是一个错误的 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现在要随顺佛陀和随顺佛教的这些人们 也应该比较深层次地去了解 自己不要认为是看小说一样的 看《三国演义》 《水侯传》或者《西游记》 这样看一遍就可以的 以前很多年轻人看金融的小说 这个时候很多翻翻翻翻翻 最后就觉得 哇 天龙八卜原来是这样的 感觉 哇 认为是很好的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现象 如果我们要懂得空性 懂得真正中观的法义 可能依靠传承 依靠像这些教言 自己默默地思索 最后也是从理论上完全可以明白一些道理 就像我们通过比量来知道一切万法无常的话 通过自行比量也可以得出结论 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作为佛教徒大家应该要 一方面很需要我们前线一动的 现在现代化的弘扬佛法和理解方式 因为我们佛教徒如果没有跟上的话 说实在 佛教可能很容易碎白的 我看到最近的新闻当中说 今年年底的时候 世界上所有的上网络基本上有27个亿 这样占整个全球的40% 所以很多佛教徒是比较保守的方式来 上网这些都是控制的 但一方面他们有他们的密意 但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作为一些年轻人 一方面通过用网络和这种平台来弘扬佛法 同时自己也应该了解 但是大多数的人停留在一个 我刚才前面讲的一样非常浅显的知识上 根本不愿意应用自己的智慧 去深入地挖掘这种智慧 所以我们可能太保守了也是不行的 我看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全球好像是国际电信联合会 联盟会 他们通计全球移动电话的注册数量 六十八个亿 现在人数是七十个亿 那只有两个亿没有注册 当然一个人可能有时候注册好几个书记 这种情况有的 所以现在全球已经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另一种 现在全球说的语言也不同 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同 他们的心态也是不同 在这个时候古老的佛教文化如果也没有跟现代的文化接规 很有可能让它停止不前 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们也完全随随现在的这些分别念 其实现在很多人包括学习也好 很多的知识非常非常地简单 每天都是一种自己骗自己的 自欺欺人的一种状态当中 这样我觉得我们既要回顾非常有价值的 这些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和佛教的教育 又要看到我们现在的人类变成什么样的 尤其是像山沟里面什么都不知道 每天都是安住的话 当然安住当中如果出现一个奇迹 有一些证悟的话是很好的 但是一旦到城市里面去弘扬佛法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有一些可能需要学习的 希望在座的有些保守派也好 有些成就者 修行人大家也应该想一下 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变成什么样的 其实我刚开始来到这个山沟的时候 十几年都是没有看见外在的东西 当时上师如意宝后来去印度的时候 感觉到我们这个世界好像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这个跟现在比较起来 确实也有更大的变化 因此我们还是一方面 弥勒菩萨和佛陀的这些教言 应该很认真地去思考要花大量的时间 另一方面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 现在的人们他们也不要舍弃 他们也多多少少懂一点空性的话 减少许多多的烦恼 我们现在有特别简单的一些书 特别简单的一些广盘 教言 其实能熄灭很多运营世间的众生的苦恼 所以每个人应该再三地去观察一下 下面我们刚才入定的空性和显现 两方面的抉择已经完了 下面厚德之本体 厚德之本体加行在颂词当中说 正知其显示 意思就是说刚才入定的菩萨在入定集结当中 一切都是了不可得 精也好 油精也好 空性显现 那方面来讲没有什么可得的 然后在厚德的时候在出定的过程当中 一切万物的这些现象全部都是用七种式来了知 七种式来了知就是说 如梦 如幻 如扬眼 如回音 如光音 如幻化等 总共有七种式 我们经常有时候讲七种幻化语 有些时候讲八种幻化语 还有甚至有些续部和论典当中讲十二种幻化语 不管是多少呢 实际上作为菩萨真正通达空性的时候 在厚德的 在生活当中 在心中诸恶的唯一当中 知道一切万法如梦如幻 这种如梦如幻并不是口头上说 现在很多人喜欢说如梦幻跑音 什么是如露一如殿 很多人用金刚戒来说是这样说 但实际上我们懂到没有 可以自己观察自己的时候也会知道的 实际上真正我们去观察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也是跟梦幻没有 人生当中所显现的都是梦没有什么差别 比如说梦它显而无自行的 幻化的话因缘俱俱的时候是和和 然后一缘散的时候都没有的 因缘和和的时候都聚聚 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的家庭 同事 部门 包括我们今天在课堂上的这些道友 我们今天是因缘聚聚的时候 但一旦因缘尽了的时候 我们都各自依靠自己的业力来现前的 当在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共同享受佛法 也是成了一场梦 诸如此类的很多世间的法 的确佛陀造在两千五百多年前 给我们所讲的万法如梦如幻 确实是非常殊胜的一种教言 不过很多人确实也是对梦幻泡影的现实 非常非常地执着 这也是相当可悲可怜的事 本来是它的本体也好 一切的一切都是梦合 但是真正你遇到生活当中的时候 一边说梦幻泡影 一边哭着 我们有时候道友的父母死了 在这个时候哭声 原来马尔巴罗扎他的儿子死了 他开始哭得很伤心的 有一个妇女给他讲 马尔巴罗扎 你不是天天给我们讲 一切万法如梦如幻 你的儿子死了 你为什么今天哭 他说 我的儿子虽然是幻化 但是幻化里面比较坚固的幻化 所以我今天还是忍不住哭 所以我们有时候 遇到生活上的一些痛苦的时候 虽然是幻化 但是这种幻化比较坚固 比如说前年有一个道友 他的父亲死了 然后哭得很伤心的 我开饭下说没有什么哭的 如梦如幻 虽然是如梦如幻 但是爸爸对我太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因为如梦如幻 只是留在口头上 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他的意义的时候 确实也是在生活当中 不会有如实的痛苦和如实的执著 这是需要修行 没有修行的口头理论其实也是经常至上谈病 也用不上的 但是作为菩萨他并不是这样的 它是完全在修行当中的空性全部用在世间当中 然后下面讲 你说 刚才这个加行像 不执著舍等四种平等性 作为菩萨前面也讲了 就是说对万法的本体还有万法的差别都灭除了执著 比如说舍法也好 受法也好 想法也好 无有为主的一切法他不取执著 不取执著根据佛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比如说对于舍法来讲不执著舍法 以舍法不执著还有舍法不会只为我所有 还有对舍法不去执著用四个方面来进行抉择 四个方面来怎么样抉择的话 首先是讲比如说对舍法不执著 那么舍法的本体不去执著它 这个是舍子 这个是品子 这个是人 这个是动物 我对这个法不取执著 这个衣服我不取执著 这个工作不取执著 对它的本体不执著 对舍法的差别 比如说这个舍子是红色的 我喜欢红色的 这个衣服是白色的 一直是我喜欢 从小就喜欢白色的 我不喜欢黑色的 你为什么给我买一个黑色的衣服啊 我不喜欢 我不需要 你自己带着 我自己带着 有些人吵架的时候也是 光是对舍法的差别上可以吵架等等 这是说明他没有动到的 还有舍法 刚才前面是本体空性方面讲的 舍法的差别方面它无相方面讲的 舍法因为它是无常的 因为它是无恶的 所以我们如果把它当作为我说的话 会有一定的困难和痛苦 如果我们对舍法本体也不存在的 它的差别法也不存在的 这样没有归为我有 归为己有 这个时候我不取执著 无缘 最后执着舍法的形式也毫无存在的 完全是犹如虚空般的 无为法 这样的话通过四种平等和通过四种方式 来对外面舍法为主的一切办法不取取执著 不取取耽著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耽著 我们也会通达了它本体的空性 其实如果我们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这个也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可以的 比如说 我这个差别觉得很好 我首先对它的本体取有一种执著 认为它可以保温 它的颜色是红色的 可能听说是日本做的 那很好的 在我的差别上产生很多的执著 认为 这个差别别人给我的 那我喜欢 如果别人偷拉它 别人拿走了 我很生气 这样的 归为己有 最后我的心思永远地一直放在这个上面 晚上睡忙的时候 我的差别会不会掉了 好像差别在自己前面 他自己就过来了 不需要别人拿过来 哇 怎么会是他自己过来了 是飞来的 还是走来的 还是幻化显现来的 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这些都是一种执著 但是在一个法方面 它的本体差别以及归我所有 而且还有我的心思来去执著 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轮回全是这样的 对一件衣服也好 对一个朋友也好 对一辆车也好 很多很多的法 通过四种方式来去执著 但真正通达空性的这些菩萨 他们都是没有对色等法无有执著 所以作为菩萨就像《般若世诵》里面所讲的一样 明智的这些菩萨他断除于所有的贪执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们讲到加行过的剑道 剑道分三个方面 人情剑道的认知之智慧和 还有宣说剑 远离正义之形象 如是宣说之色意分三个方面讲的 首先第一个讲本体和分类 我们前面也讲过剑道 剑道的本体实际上是对万法的本体 远离四边八息的完全通达 这就是剑道的本体 然后我们下面讲分类的话 它有略说和广说 首先是讲略说 这个颂词上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简单地过一下 苦当诸上帝 法知及内知 认知刹那心 一切之间道 昨天一个人说我的茶杯坏了 然后他拿泡了 坐这个来换他 但是这个不保温 好像不保温 啊 说是日本的 但是日本跟中国关系也不太好 对吧 现在好一点吧 最近怎么样好长时间没有看 那个海盗最后谁拿着了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外耍的时候 把石头当作日本的鬼子 然后用什么的来开始打它 那个时候 七十年代的时候 现在还是很好的吧 应该好了一些 最近怎么样 不敢说 是吧 没事 好 何必那么怕 你们还是可以哦 受持清净戒律的人 不会产生撒假意见 更不会产生戒净戒净 对吧 苦当主圣地 法智及内智 忍之刹那 一切见智 意思就是说 我们四地有苦及灭道 四圣地 四圣地 实际上每一个都有 法智和法忍 内智和内忍 这样的话 忍和智 总共有十六个刹那 十六个刹那 我们现在这一品讲的是 极致 一切智 一切智的剑道 因为这个剑道 我们前面道指的剑道也有 边指的时候剑道也有 这个时候是极致的剑道 极致有时候也叫一切智 边指也叫一切智 但是边指的时候一切智 跟极致的时候一切智不相同的 这个是一切智 就是略说的时候这样讲的 下面讲光说 苦地之四肢和极地之四肢 灭地之四肢 还有道地之四肢 分了十六个智慧 下面第一个苦地之四肢 色非常无常 除耳变清净 无生无灭等 这个就是讲苦地的四肢 这个意思大家都知道 我们经常学《俱舍论》也好 《大臣阿比达摩》里面讲十六刹那 十六相 十六相当中首先是苦地有四种相 其实这四种相也可以叫做四种智慧 因为圣者对三界所有的四地完全已经通达无碍 通达无碍的时候因为不同的繁体 他在不同的地上面安立四种智慧 第一个苦地的四肢实际上是苦 空 无常 无恶 就是讲四个法 这四个法比如说苦相的智慧 无恶相的智慧 空相的智慧 还有无常相的智慧其实是讲四种智慧 四种智慧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说 色非常 无常 色法等 色法在这里比喻而已 实际上色法为主的所有这些法 都是远离常和无常这样的相 远离常和无常相 本来它是无常的相 但实际上它是远离两边 色法等有没有常法呢 不存在的 那么常法不存在的话 无常实有的法也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种智慧叫做苦地的内智 就是苦地的法智 应该是苦地的法人吧 它这里出耳边 出耳边的话 实际上这个苦法远离了苦的本体 也远离了不苦的本体 这个远离了耳边的相 应该是苦地的 也就是叫做苦地的法智 法人法智 内人内智 最后讲清净 这里清净 在这种智慧面前 空也好 不空也好 苦空我 空空的本体也不存在的 那么这个叫做清净相 也叫做苦地的内人 然后远离了我和我 本来我们这个我是合理的 但是在思想当中我和我都不存在 这种叫做无生无灭的相 也叫做最后的内智 这样之后依靠苦地的话 实际上有四种智慧 啊 四种智慧 当然这个是怎么现前的话 我们前面也是讲过的 希望道友们对十六形相的 首先是每一个他的相 苦 空 无我 无常这个要知道 苦 空 无我 无知 这是我们正面的一个智慧的了解 最究竟的时候 苦 空 无我 智慧还有它的正面和反面 这两者也不存在这是一种证悟的方式 其实文法的本体我们自己通过思维也应该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现在无理学家或者其他人所说的那样 好像我们觉着觉着最后空了 没有的东西存在的话那这是谁也没办法隐忍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基地也同样有四种智慧 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若虚空离坛 脱离住舍者 自信不可说 我们知道基地它有音相 吉相 还有叫声相和愿相有四种相 他在藏文当中有十六个字来代替 我们汉文当中也是有 其实智慧入门当中这些都是归纳得特别好 我最近翻译智慧入门 有一个堪布说你智慧入门翻译很好 现在末法时代五波达论学习的时间没有 只要通到智慧入门的话 五波达论很轻而易举地已经通达了 他很随喜 智慧入门当中这几个字全部是很简单的几个 他的颂词里面简单的几个词来说明 能背诵智慧入门的颂词 基本上佛教所有的基本概念都很容易 不过现在哪有背诵这些 连佛字心背诵的人很少 现在这个基地有四种 基地四种如虚空离坛 脱离住舍是自信不可的 首先基地有因相 吉相 胜相和愿 因 吉 生 愿 也就是说 因实际上烦恼和痛苦的因 吉 一切痛苦集聚叫做吉 生 这种痛苦不断地 连续地产生 然后最后愿是过的痛苦的住愿 那么这个名言当中 这四个相可以存在的 但在生意当中观察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没有的 基地具足远离因和非因的 也就是说能产生痛苦的因也好 因不存在的话那么非因也是不存在的 这样以后这个是就像虚空一样的 这个是基地的法人 又远离了基于非基的 利潭的相 也就是说在名言当中 这种苦 各种因缘具具存在的 但是在生意当中 基具也不存在的非基具也是不存在的 这种痛苦的基具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个叫做法治 然后世俗当中 那么依靠前面的业和烦恼 产生后面痛苦的这种生是存在的 但是在生意思想当中 远离了生和非生 生也不存在的不产生 完全是一种脱离了摄持的相 那么这个叫做前面是法人法治 应该这个是内人吧 内人 然后最后一个是叫怨 在名言当中是依靠这些业和烦恼的助缘 来产生痛苦是合理的 但在真实意当中依靠它的助缘和非助缘 这两个边都不存在的 所以这两个边的自性不可言说的 因此这个叫做内治 苦极底的内治 所以远离了四种相 所以我们在一般讲三十二种争议的时候 我原来也经常说过 说我们如果以后讲得成三现观传论的话 在佛经当中经常遇到远离三十二种争议 三十二种争议的话 刚才十六形象正面的十六 然后翻面的十六种 这两者都远离的话 这叫做远离三十二种争议 这里我们前面讲了应该说十六种争议 啊 已经讲了十六种争议下面还有十六种争议的话 可能我刚才中间啰嗦得比较多了 所以现在基本上时间可以了吧 这样一个小时就可以了一个小时的话 刚好我们的精力 一些智慧用的已经习惯了 然后过了一个小时以后 你们的自然反应就稍微有点 这叫做自然圣经反应 有时候可能所以我想今天讲到这里好不好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